先议员吴建志并且针对了中央地方创生政策 结合六代一路政策倡议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透过结合地方适当的政策愿景 花莲县市有机会建构具有在地地方特色的创生增长点 并且要积极而且加速的来推动六代一路的主张 那最重要的是由这个六代一路 我在第一个会期就跟县政府来做一个这个倡议 是希望县政府能够统一的一个做一个这个全盘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原则上有分这个自一样提倡的 我提倡的这个六代一路 那六代是指第一个是自然生态保育带 再来就是东海岸发展 东海岸这个观光带 再来就是都市发展中心带 教育科技带 还有一个是这个产业居住带 那由这个六代一路来当然指的是高速公路 能够贯穿花莲的所有整条道路 那城乡差距一直在加大 那尤其是在这个北部跟这个中部西部的 人口都一直往那边来聚集 那花莲的资源就会相对的减少 那依这个人口数来平均来讲的话 花莲的人口会逐年的下降 最终的原因最终重的原因 还是地方产业没有办法发展 但除以靠观光带是不够 那其实还是要有地方要有一些生产线 那导致于这个如果有地方生产线 这是整个这个生态链 如果能够这个在地方这边工作 那我们在这个所有在外地 这个所有工作的青年都能够返乡回来 花莲能够充分的一个就业 那甚至于能够招募一些 所有这个人才都能够来花莲来工作 那就会导致于这个全部的这个 所有的人才都回流 那回流之后呢 就是在地方这个在地方 回流之后就会让这个地方的 这个工作机会大增之外 就是说所有的产业居住等等 私衣住行全部都会在花莲 所以这个也是能够平均均衡发展 不要让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在北部 或者是在中部或者在南部 那东部一直是 这个政府比较少看见的地方 在这边也是要呼吁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 能够对于花莲 能够多头这个多关注一点 多一点关注关怀的眼神 能够把一些经费寄注在花莲 使得我们所有的人口 能够在这个全台湾都能够平均的分布 那我想对于这个花莲的这个就业率 都能够有成长之外 其实对于花莲的生计的问题 等等种种 所有的这个百姓都能够 这个过这个安居热月的生活 截至目前为止 花莲都一直靠这个关关的产值 其实是不足的 像尤其是现在遇到这个疫情的关系 那所有的观光客都会都不敢来 或者是不敢这个到处流窜 那所以导致于这个花莲的这个经济萧条 那才刚刚一宣布而已 就使得我们这个 你看整个花莲市通通都是 这个才这个空无一人 可以说是自行宣布封城 其实对于这个所有的这个商家的影响相当大 就在这边